韓華行宣長卓榮泰要針對複議案給立委一個說法 立法院複議大戰在總統府合可後進入十五天倒數計時 排入程序委員會後最快六月二十一就能表決 據瞭解朝野目前最理想版本十二號程序委員會排案後 週五院會討論報告事項下週二邀請卓榮泰報告下週五就能表決 但在這關鍵時刻卻爆出財政委員會趙委羅明財 六月十八竟安排三天兩夜到日本熊本考察 屆時一票欄尾都不在立法院掀起熱議 也不能說不可以了 可能在人家找我我就說想一想不要去 我早上快到羅明財取消 財委會立委賴士寶證實考察已經取消 而在正式表決複議案前藍綠尬場下鄉宣獎 民眾黨也規劃廟口開獎更拋電視辯論取代街頭宣獎 遭綠營打回票 等到成熟了會跟大家做清楚的報告 國會擴權法覆議案進程朝野看似有一定共識 但勢必免不了再一場表決大戰 三天新聞黃泉波讓我們職業小組 台報道